王素芬 我等你很久了 兔子叫水哥 平日梦想就是通过博彩发家致富 在赔了不知多少钱后 终于中了九千五百块 可当他开心去对讲时 却发现老板娘素芬将号码打错 思来想去 他认定这损失得老板娘来赔 于是果断要账 然而老板娘得知后非但不给 还把他好一顿揍 这晚他再次来到超市 发现老板娘不在家 只有两人看店 无奈下水哥只好买包烟姐闷 可他刚点火 与店员就不乐意了 说店内禁止酬员 本来就在气头上的水哥瞬间暴露 我的钱你们都欠了一个多月了 你以为一直这样拖下去 就可以把账赖了 说这就叫来他表弟住人 轮抬 谁 谁 谁 叫去闹 谁说是来抢钱的 我们是来要账的 声音员翠花一看这假时 当场就要打电话 水哥一看 由后还敢报警 当场就让表弟把电话砸碎 你不是要这样吗 不是要打电话给老板娘吗 水哥懵了 这么一听好像是有些道理哈 可砸都砸了 也只能这样 突然他灵机一动 既然你们老板娘欠我钱 是不是就等于超市欠我钱 那把超市东西卖了塞自己兜不就好了 说着就把翠花富贵 还有他们朋友绑来起来 自己则带着表弟收银 很快第一组客人来了 水哥没干过收银员 因此不会操作机器 见他手忙脚乱 女人忍不住对着他破口打骂 骂着骂着 身旁男人卡不下去了 够了 你可以瞧不起我 但是你不能瞧不起残疾人 你没发现他们俩是聋哑人吗 你没发现这个店是聋哑人开的店吗 说着还递出两百块给两人道歉 望着离去的背影 水哥和表弟面面相聚 谁告诉你我俩是聋哑人了 简直就是奇耻大怒 于是他当场决定把负贵放出来 让他帮忙收银 自己则是起监多作用 就这样 在两人忙活的时候 第二组客人来了 但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人是个神皮 张口就说两人操作不规范 还质问为什么豆浆不给吸管 豆浆都是热油 我们炮烧都是不给吸管 什么叫我不就要根吸管 我说这位秃顶的老同志 你这话说的不对 你们是超市 你们有义务给我这根吸管 我一个人你们就省一根吸管 十个人你们就省十根吸管 一百个人你们就省一百根吸管 全国那么多在连锁超市 你们要省多少根吸管 我感觉我的话 已经触及到你的灵魂了 多多算了 我的律师 这种奇葩顾客 属实是把水哥看蒙了 只能说钱难正 事难吃 活着真难 但好在店铺走来一位大顾客 上来就紧张一千块 这可把水哥弄坏了 还来不及高兴 老板娘回来了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你 而老板娘之所以这么暴躁 是因为她酷爱打麻将 由于人菜瘾大 钱很快输光 只能回来去 然而今天她拿钱 却发现收银机里空风如热 看到水哥老板娘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抓起一个塑料袋 默默地往里塞饮料 随后还拎了拎 感觉重量差不多了 就开始花式爆钩 这一套小连招直接把水哥打崩了 但好在有小弟帮忙 这才成功把他制服 见一切搞定 水哥连忙去饭钱包 没想到的是 把东西都倒光 也只有五毛 眼瞅着店面没人来 这九千五百块可能没机会呢 突然水哥灵机一动 决定把物品半价炮收 就这样等啊等 终于等来一名大哥 就在水哥准备大捞一笔时 他却只要被热水就走了 不过大哥是开出租的 宣传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听说有人打五折 超市很快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最后就连外国大妹子都来了 很快货物被卖得差不多了 望着进账 水哥无比开心 然而一清点 却发现距离九千五的目标 还差三块五 小弟提议 要不就先回家吧 可水哥却摇头拒绝 说男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无论如何 都要坚守最后一笔行 就在谈话间 一个戴帽子的男人走了进来 二话不说 只奔并贵 可那里空空如也 水哥见状 趁机推销口香行 说平日都要七块 现在只需三块五 要不要考虑一下 然而男人非但不听 反而当场暴怒 只问冰箱里的东西都哪去了 说着说着还动起了手 小弟看来者不善 想以德服人 却不料男人掏出了手枪 全场五折 让原本冷清的超市 瞬间人满为患 可东西都卖了 还差三块五 眼瞅着天就要亮了 不料突然来一大哥 水哥正要推销 结果对方直接掏出手枪 原来他是一名劫匪 前几天抢了珠宝店 被警察追赶 跑跑时 就顺手把宝石藏在超市 今天再来取食 却不见了踪影 于是他把几人关进冰箱 威胁再不叫出宝石 就把所有人都杀了 可几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一个劲地说不得道 但这话劫匪不信 说着就把手枪 放到了老板娘脑袋上 准备来个杀鸡儆猴 危机关头 朋友连忙表示自己知道 原来之前冰柜坏了 富贵就把冰放到卫生间水池 东西最终被上厕所的朋友看到 还顺手藏了起来 如今真相打白 众人也赶紧去寻找 在一番搜索后 果然在柜子底 看到了那枚硕大的钻石 然而在归环的路上 他一不小心踩到一把罐 钻石掉到了狗子面前 就这样 劫匪只能亲眼看着狗狗将它吃进度 就在这发愁怎么取食 物外传来警笛声 原来警察发现了劫匪踪迹 并将这包围 而听到警灵 匪徒也立刻抓起翠花做人质 这一刻 所有人心提到了嗓子眼 一动也不敢动 只能期盼警方出手 很快富贵忍不住了 他喜欢翠花很久了 不能眼睁睁砍他丧命 于是决定利用匪徒上面的电视机 砸晕他 说干就干 几人趁着匪徒不注意 搭好人梯 将他投掷 计划很完美 但运气差了点 虽然成功让电视机砸到匪徒 却并不致命 而匪徒也恼羞成怒 自被开枪撕票 关键时刻 富贵舍生取义 荡在了翠花面前 匪徒还不解析 正要再次开枪时 被垂落的电线触碰 倒电身亡 最后富贵抢救 捡回一条命 并收获了爱情 与他们一样的 还有水哥和老板娘 他们在危难困境中 认识到彼此的闪光点 最终走到了一起 夜店是一部 很不错的商业喜剧 荒诞幽默的背后 是小人物众生相向 片中带着满满的世界级 能让人在哄响大笑的背后 体会到各个阶层 职业的苦楚 但也正是苦中作乐 笑中有泪的方式 才是黑色幽默的最高境界